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罗宾看 我是罗宾 今天整个台北股市除了延续前面两天上涨的气势之外 今天可以说是怎么样 更加的一个爆发 大盘开高之后一路向上走高 盘中一度大涨202点来到11330 最后收盘的位置在11320 也几乎就是收在今天最高点的位置 中场是大涨192点 尤其怎么样 成交量一口气放大到2112亿 那标准的怎么样 是一个价量起扬的一个格局 那随着今天加群指数已经重新返回到11300点之上 当然也是继昨天站上半年线之后怎么样 今天持续站稳在半年线之上 那换句话说 年线已经站稳三天 几乎怎么样 已经笃定它就是站稳了 那半年线今天第二天 那特别是在拉高 来 半年线目前在哪里 半年线目前的位置在这里 换句话说 随着今天的大涨 其实也已经拉开了3%的一个距离 所以代表半年线也可视同怎么样 它是一个有效的一个突破 那从现在开始上档已经没有任何的均线反压 那即便我也说了 11000点以上到12000点之间 还存在着将近五个月的头部的形态 不过随着今天怎么样 成交量的放大 成交量的放大 是不是代表整个多头企图心 它也开始转强 尤其成交量的放大 它代表什么 是不是代表外资的一个买盘 它会陆续的归队 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了 第一季外资卖了5200亿 接着下来 4月5月 他们继续又卖 总共加起来前面五个月 卖了将近6000多亿 7000亿之多 而这些未来 他一定会再把它买回去 依照过去的经验 绝对屡试不爽 因为台股的基本面 它并没有改变 尤其台股相较于国际的股市来讲 我们的殖利率又比人家来得高 所以没有理由外资不买回去 他们只在等待一个时机 那什么时机 我告诉各位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那一旦外资的买盘 尤其他们回补的买盘一启动 当然加圈指数要往上慢慢的 我没有说急速 当然我必须讲 不是每天都能像这样200多点再涨 我说行情终究它还是退二 这个进二退一 进三退二的方式 慢慢的往这个压力带去做一个化解 但是终究这个压力会被 这个压力带它会被给化解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没有什么好多讲 今天指数已经创了新高 新高就是多头 对不对 创高就是多头 那既然是多头 我前面也跟各位讲过了 这段时间我有没有告诉过你 我的这样的行情就是一路走到年底 有没有 那也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行情 我们是前面也帮各位规划了一个 一个月到年底的活动 有没有 目的就是这里 所以我想到目前为止 整个行情都在我们的规划 我们的预期之中 所以我想对于大盘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重点还是在于说 在面对这样的进二退一 进三退二的方式 一个多头趋势确立 可是会是呈现一个轮动的情况之下 你如何能够掌握到盘面的节奏 这才是最大的一个重点 有几位跟各位讲过 现在就是电子生计 双主流在做一个轮动 那轮动的节奏怎么掌握 当然就是看整个资金的一个流向 筹码的一个流向 去掌握这中间的一个脉动 但是有一个大原则 有一个大原则 既然是一个轮动的格局 你永远记住 只要是轮动格局 已经涨高了股票 已经涨高了股票 绝对不追 你要去寻找 有相同题材 同样有大涨空间的个股 可是它位在相对的一个低档 它是一个地位界的股票 这样子你敢重压 重压未来涨上去 你才能够赚对多 而不是去追那些 已经涨高了股票 尤其怎么样 如果去贸然追高 那些已经涨高了股票 在轮动快速的过程里面 你可能随时怎么样 会被修理 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多头格局你还被修理 那就真的划不来了 对不对 就好比说 刚刚我们也说的 随着今天的一个大涨 其实在过去 大盘还在上下震荡的过程里面 我说过怎么样 是电子生计 双主流双核心在轮动 但今天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今天是大涨 而且是2000多亿的成交量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盘面怎么样 生计 电子 双主流怎么样 同步的大涨 尤其生计在整理的 大概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之后 今天重新启动涨势 但是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在现在轮动的格局里面 涨高的股票 你绝对不要贸然去追高 你真的想买的 已经涨上去了股票 你真的想买的 你来找我 我会帮各位寻找 下一次更好的买点 来做一个切入 好 那为什么说 涨高的股票不要贸然去追 来 我们刚刚讲的 随着今天的大盘 尤其生计股怎么样 今天也是创高 有没有 那 随着生计股今天创高 当然有些股票 今天也创了新高 就好比 今天这档股票大将 有没有 今天也创了296块的破占新高 好 那你看 这档股票 如果你在它大涨之前 今天创新高之前 在前面还没有起涨的时候 你逢低买 用力买 买的低买的到买的多 买的安心买的轻松 重压再加码 随着今天涨到296 我请问各位 你能不能赚得最多 你能不能赚得最多 还是说 你去追那些 因为今天 我相信随着大将涨上来了 当然今天讲大将 还是不多了 但是已经开始有人在讲 但是 在起涨之前 我相信在这个位置 包含在200多块 250多块 260几块这个位置 基本上根本没有人在讲 为什么 因为还没有开始涨 那个时候 大家会叫你涨的 会叫你去追的 不外乎就是像这种 当时排面上最热门的一个标点 对不对 好 那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我刚也跟各位讲 已经冒出头的股票 你不要去追 追了 你短线会被修理 就好比说你看 同样生计股在涨 大将你逢低买 今天怎么样 全数大赚 对不对 可是相对如果说 当时你生计股 你是去追高的 你是去追高的 来 我告诉各位差别在哪里 我这样说好了 今天大将创了破断的新高 它代表什么 代表这段时间 不论你在哪一天 哪一个点位买的 你都是大赚的 对不对 哪一个没赚到 你告诉我 创新高你还没赚到 那么奇怪的 对不对 可是如果说这些 当时生计股的热门股 你是去追高的 我请问各位 来 瑞姬 今天算不错了 对不对 也涨了大概半根停板 对不对 来到312块 我请问各位 它前波的高点 在这里 322 今天不错啊 今天涨了半根停板 对不对 可是距离前波的322 还差10块钱 换句话说 你前面去追高的 不是只有这里 这整块你去追高的 你到今天都还在等解套 相较于大将是大赚的 差别在哪里 同样的 除了瑞姬 我们再看 来 还有谁 1325 这口罩 也是同样 大家趋之若鹜 什么口罩要外销 这个商机有多大 当然这些 我不予置评 但是你看 今天恒大好不好 恒大强啊 今天涨了快 对不对 也有七八八% 对不对 可是今天在哪里 今天涨到173块 我请问各位 它前波高点在哪里 前波高点在这里 这里多少 193块 190块钱 今天173块 距离前波的高点193块 你自己算一下 这样有没有超过 一根停板的空间 我告诉各位 将近11%了 换句话说 明天再涨一根停板 就算恒大明天涨停板 你都怎么样 你都还没有解套 如果当时你是买在190块钱 所以 跟你 大疆在低档 轻松买 安心买 一波段上来 你还敢重压 大赚 跟你到现在 你看今天 恒大算很强 对不对 昨天这黑棒 几乎要吃掉了 可是 你解套了没 还没解套 还有谁 我们再看 除了刚刚的恒大 还有这一档 这一档也是目前 非常热门的一档股票 这段时间也很多人在提 4736的泰伯 有没有 一样 今天泰伯强不强 强 今天也是涨了半根停板 有没有 但是你看 他前波的高点在哪里 他前波的高点在309 这里 这里都是309 今天收盘多少 今天收盘298块半 距离309也有差10块钱 换句话说今天这么强 对不对 今天升级股算可圈可点 对不对 可是你前面去追高的 不管你买在这里买在这里 甚至买在这里的 你到今天都还在等解套 同样的情况来 这档股票 当时我告诉你 不要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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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一口气涨到110块钱 为什么叫你不要追 因为当时这档股票 我告诉各位的时候 才四字头 那四字头的股票 涨到110 你还追 那你最后会怎样 就这样 高端疫苗今天也强 今天也涨超过半根停板 有没有 你看 当时110 你去追在110的 今天收盘多少 今天收盘93块了 你自己算一下 这中间还差了将近20% 换句话说 如果当时你高端疫苗 追在高档的 你没有听话 你去追在高档的 因为当时很多人都在讲高端疫苗 甚至也很多人带你去追高端疫苗 你去追在高档的 就算明天后天高端疫苗 连涨两根停板 连涨两根停板 你都还没有赚钱 你只是刚刚解套而已 更何况前提是 明天后天 他必须连续涨两根停板 你认为 当时大家认为很好的股票 但是我也认为它是好股票 所以当时在四字头的时候 我才会推荐给各位 可是问题是 当时四字头你没满 来到了110 当大家都在讲它好的时候 你再去追 这就不对了 这个就是节奏上的一个问题 除了高端疫苗 还有谁 这支也是热门股 亚诺法也是疫苗的 4133当时高点在哪里 高点在81块8 今天收盘多少 69块2 今天亚诺法也算不错 盘中一度也是大涨超过半根停板 今天的收盘69 距离前波的高点81块 这样差多少 也是差了将近20%了 是不是好股票 我认为是 但是如果说你不是逢低买 你是等到涨高了 你贸然去追 即便今天升级股大有表现 可是怎么样 你买在这个位置 跟今天你看差了20%的距离 我说过了吗 就算接下来明天后天 它再拉两根涨停板 你也不过就刚刚解套而已 你还没有赚钱 可能同样是升级股 如果你跟我们一样 选择怎么样 还没有大涨的股票 我说过你要去寻找 有相同的题材 可是位阶在相对低的一个位置 这有个好处 有相同题材 代表未来空间一样大 那你在位阶低 你风险就低 而且最重要的 位阶低 风险低 你就敢怎么样 你就敢重压 你就敢大买 当你敢重压 你敢大买 即便 对不对 你看一路涨上来 你是不是就能够赚最多 相较于这些股票 我说当时就在 它在涨的时候 你去追 你敢重压吗 你告诉我 这种涨法你敢重压吗 你敢买个一张两张 就算你厉害了 算有勇气的 对不对 那就算你买个一张两张 它未来再往上涨 你认为一张两张 你能够赚多少 你还是只能赚一些加菜金 你必须要赚大钱 你必须要必须怎么样 起涨前 能够先卡位 先布局重压 所以你看 这张股票来 不要说我今天这么说 这里 5月26号 5月26号 当时低点还有在256块 来 5月26号 会员请买进8436大疆 8436大疆 在哪里 在这里 白紫黑字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后来在起涨的前夕 6月1号 来 6月1号 升级班会员请加码 买进8436大疆 新会员直接买进 同时我告诉我的会员怎么样 8436大疆 目前正处于刚刚要起涨的位置 也是我帮大家掌握的最新的升级股 所以大家买进持股之后 一定要报好报牢 即将喷出来 这些白紫黑字会员都欢迎对时对降 在哪里 在这里 哪一天的低点都还在260几块 不管你买在250几也好 买在260几也好 今天股价来到296 我请问各位 你有没有大赚 相较于刚刚我们看到这几档股票 不管恒大也好 不管亚诺法瑞基 又或者包含高端 又或者亚伯 这个泰博 哪一档你是赚钱 你按照我们的模式 我请问各位 哪一个你没有赚你告诉我 这种做法哪一个没有赚 相较于前面这些股票 哪一个赚到了你告诉我 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哪你自己想 在大疆之前 我说过 我们做股票的模式 向来就是怎么样 向来就是走在故事的前面 对不对 向来就是走在故事的前面 在股价还没有开始涨之前 我们就事先把该部的局给先布好 然后等着市场来追我们的股票 尤其这段时间我特别还告诉你 已经涨高了股票 不要冒来去追 我们要寻找相同题材 怎么样 未接地 在大疆之前我们买的是什么 我们买的是台康生 一样啊 为什么要买台康生 台康这些 台康这生计 生计里面的什么 生计里面的包含疫苗 跟什么 跟这个世纪双题材 记不记得 我说这是个双题材 有没有 我第一天推荐给各位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它是快筛世纪跟疫苗双题材的股票 那当时 我们在介绍台康的时候 股价48块 还没有涨 我就这个市场就是这么奇怪 同样的题材 可是你股票没有涨 大家就是没兴趣 要不然就是怎么样 就是没看到 涨到世纪 你会去追谁 你会去追这一档 4171的瑞基 对不对 讲到疫苗你会追谁 你会追 647的高端疫苗 但是这两档我说过了 瑞基 我在讲的时候多少钱 54块 高端疫苗我在讲的时候多少钱 44块 都已经涨到瑞基涨到300块 高端疫苗都涨到110了 你还去追 当然不追 所以同样是疫苗 同样是世纪的题材 我们帮各位怎么样 掌握台康生计 而且一样最重要的一个大原则 在他大涨之前 先卡位先布局 有没有 520 有没有起涨前大买 来 5月20号 对不对 当时告诉你快塞世纪疫苗双题材 来5月20号会员一样 对时对价 会员买进6589台康生 有没有 5月20 在这里 在这里 来 接着再来 我们再看 当天 我们一开盘 一大早就进去买 有没有 好不好买 好不好买 你需不需要追高 你是不是在大涨前 你能够充荣的买进 在这个位置 而且是在开始涨之前 先卡位先布局 当天就攻上来 然后再攻上来之后 来 再看 到了5月22号 我们获利出清一半 一档股票 把取回的资金 我们再加码6589台康生 这里再加码 这里大涨前买进 这里再加码 后来股价一口气 涨到69 从48块 我们起涨前买进了48块 一路涨到69 我请问各位 你能不能大赚 而且从四字头 短短5天的时间 涨了21块 48块的股票涨了21块 有没有涨超过4成 接近5成 那涨的有比这些瑞基 涨的有比疫苗 这个高端疫苗来得少吗 5天涨了44% 几乎天天都在涨停板 有谁比他还强 那重点是 我说当时你去追这些股票 就算你敢买 你也不敢买多 在涨的过程里面 都已经涨成这个样子 你敢买 中压 你绝对不敢 你不要骗 顶多一张两张 你算是很厉害的 很有勇气 可是这种起涨前 要你重压的股票 你敢不敢 你绝对敢 所以哪个能够赚得多 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在这样的行情里面 能够 对不对 成为盘面最大的赢家 我想答案你应该很清楚 所以今天不管生计也好 不管电子也好 今天同步的大涨 大牌也创得新高了 但是你要去思考 即便这样的行情 还会一路连续到年底 可是你要怎么样 能够在这样的行情里面 你能够赚得最多 那如果你也认同 我们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 你也认同我们这样的一个操作理念 什么理念 就是股票在大涨前 先卡位先布局的 一样 大疆今天怎么样 今天已经涨上来了 我说过 我只要在节目上公开的股票 你都不要贸然去追 你真的想说你来找我 我会找一个适当的点位 带你再切入 可是你不要自己去追 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跟着我怎么样 来买进下一档 刚刚从低档正准备要大涨的股票 如果你也认同我这样的一个模式 你应该把资金准备好 跟着我准备来大买下一档 一样从低档正准备要大涨的股票 到底是什么样的股票 下个节目回来 我们继续聊 欢迎回来现场 我想今天行情创的新高 这也印证了我们刚刚时跟各位所说的 这是一个多头架构 尤其这个行情要一路走到年底 重点是一路走到年底 你要怎么赚 你是要每天去追逐盘面这些强势股 然后每天心惊胆战 对不对 还是说你要跟着我们的一个步调 在股票还没有大涨之前 我们走在故事的前面 先卡位先布局 寻找同样题材 未来同样有大涨空间的一些标的 我们趁他大涨之前先卡位先布局 就好比说你看 我们刚也花了一些时间跟各位做了比较 同样生计股 你跟我买在低档的大疆也好 又或者台康生计也好 后来一波涨上来 你是不是能够赚得最多 还是说你去追这些当时热门股 高端疫苗也好 什么瑞基也好 你看你当时去追高 你到今天今天生计股大涨 你还没解套 差就差在这里 而且不是只有电子股 电子股也一样 我说电子股也会轮动 台积电供应链你想到谁 3680的加登 有没有 跟刚刚生计股一不一样 你去追在高档的 你有没有赚 你到现在今天加登很强 你还没解套 可是台积电供应链我帮你挑谁 我帮你挑的是公准 有没有 来看一下公准 公准 我们一样在起涨前 跟大江跟台康生一样 在起涨前 我们连续的买进 沿路再加码 后来一口气涨到64块半 你能不能赚最多 不止公准 细微不也是一样吗 对不对 千金股的带动 我说千金股你不用去追 你跟我买千金股的好朋友 对不对 买在这个位置 后来短短四天 昨天创下91块2的波段新高 你告诉我 你能不能大赚 哪一个没赚到 你告诉我 这就是我们的操作模式 相较我去追那些 已经涨高的股票 你自己去比较一下 好 那一样 不管刚刚的大江 台康又或者细微 又或者公准也好 我说只要涨高的股票 包含我已经公开的股票 怎么样 你都不要自己贸然去追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出一趟 我们会出一趟 你不要我们出 你就跑进来 那这样都对你不好意思了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了 3178的公准 跟6231的系 我们都出清一半 这个资金我们要准备 大买下一档股票 要准备大买下一档股票 如果你认同我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你希望能够在大涨之前 先卡位先布局的 今天这档股票 打个电话登记一下 明天我们一起进场 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